大家好,我是小罗,欢迎观看本期的情感节目 敢爱敢恨是小雪的标签 因为家境优越,所以从小小雪就很自信 长大以后,在父母的鼓励下 小雪通过相亲认识了小程 小程的家境一般,但是为人老实也很帅气 两个人就相处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由双方的父母出面 让孩子们年底结婚 由于小雪在婚前已经准备好了房子 所以对小程也没有提太多的要求 但没想到对方只给了八千块的彩礼 由于小雪的房子没有装修 婚后只能够和公婆小姑子一大家住在一起 挺挤的 小姑子要买车了 婆婆说,你借你小姑子八万块钱 她要买车 小雪本身就很大方 婆婆开口了,只好借给她 但是半年过后,小雪她的房子装修好了 正要帮家的时候 婆婆说,你得给我两万块钱的房租费 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但是,婆婆所借的八万块钱 却直直不提 每次小雪提起的时候 婆婆却说,一家人不着急 不久以后,婆婆那边传来消息说 房子要拆迁了 但她却给儿子发来了信息 她说呀,你老婆那里有钱 你只管死命的从她那里抠 而我们的拆迁款就留给你妹吧 小雪对于拆迁款的分法本身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婆婆算计自己,却激怒了小雪 不久婆婆又打了电话说 房子就要拆了 明天我就和你公公还有你小姑子去你家住 你家房子房账也多 小雪啊,打起电话说 好啊,每个人一个月两千块钱 一个月总共是六千块 小雪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 但小罗觉得 一个女人在婚后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能否得到婆婆的认可 关系到她能否在新的家庭里站门脚跟 而两个来自于不同环境中的女人 能否和谐相处啊 更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 聪明的男人知道女人缺乏安全感 会帮她排忧解纳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我 也欢迎大家给我私信